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藥物官方 已經公布了全新的自家系列 先簡單跟大家聊一下值不值得投資 如果你是在嶄新時代入坑的新手玩家 這邊說明一下這次自家系列的卡俠規則 神魔之塔這次決定把卡俠變回以前的獨立系列 所謂的獨立系列就是像巴龍宇宙續章 蛇夫 要賣星芒 橘哥 妖嬌花夢等等 但不同而是過去的獨立卡俠一樣有一張大獎及兩張二獎 小獎則是會有五張 也就是一套八張十抽卡 保底的話在以前該系列首次推出時是35抽 後面複刻才會變成30抽 有的系列甚至還沒開始套用保底系統的 老玩家應該是對這個很熟悉或是還有一點印象 這次的卡俠是大獎二獎各一張 小獎則是有四張 30抽可以保底大獎 機率的話是大獎1%及二獎4.5% 加倍的話則會分別變為2.5%以及9% 只要不同而是這次大獎可以拿來換二獎 但是就僅限一次 我相信二獎一直是大家噩夢 不管以前獨立系列還是嶄新時代都是 二獎這東西就是沒有保底 運氣真的倒楣是怎麼抽都抽不到的 這次的設定是可以讓你用大獎換二獎 但最倒楣情況下也稍60抽 代價同樣不小就是 獨立卡俠每個系列都不同 所以不會繼承保底抽卡數 首次保底會送你音符 講完了基礎我們就來進入正題 最夢寢成這系列值不值得抽呢? 首先如果用隊員角度來看的話非常值得 大獎0待遇可以解除暴風上狀態 並且讓全隊無條件無視二道無數 以及全生魔首次出現的無視連擊護盾 代表以後遇到20 30 暗擊盾 火擊盾 光擊盾等等都可以直接無視過去 這種多功能卡在現今五花八門的敵技之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可以讓全隊無視的卡就是香 所以零待遇投資起來我覺得不虧 小獎也有一張超級誇張的圓圓等等後面會提到 隊長角度來看的話 這系列在實戰看下來他們是可以自成一隊的 血量傷害生存都還算不錯 這系列主打的隊長是魔 大獎和二獎都是魔族 如果會在意成就一樣是可以考慮 但這個前提是你當前沒有一個舒服的魔族隊長可以使用 例如拿破崙 拿破崙雖然是去年出的隊長 但現階段威力絲毫沒有衰退 除了官方超惡意的進場先攻39.8萬無視減傷針對之外 拿破崙目前是全通關狀態 今年電玩展上也有各種 拿破崙通關高壓關卡的精彩片段 拿破崙超強不是講假的 所以你說有拿破崙可以解成就 不想抽新系列行不行 當然是可以 凡是自家卡 只要有持續完他們肯定花勢進到你背包 你可以繼續把魔法使囤給接下來要出現的神劍闖江湖 或是未來心儀的合作黑金 那如果沒有拿破崙又很在意魔族成就的話 我覺得就直接衝了 這是一個更新你背包裡魔族的好機會 一願卡蜜拉帝偶這些能不能拿來解魔族成就 真的遇到10大佬們肯定是會想辦法 問題是舒不舒服 你有沒有辦法超大佬的作業 那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官方實戰示範之後 我覺得林黛玉玩法是偏向舒服的 而且如果是林黛玉當隊長的話 還有超強對魔能力 就算打不死敵人 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林黛玉的玩法跟啾啾有點像 就是利用角色珠來觸發滿版 常態的玩法也會是滿版連發 滿版連發比較害怕遇到的高C隊 林黛玉直接在隊長進內建加C 官方直播看起來平均大概是落在20幾C 這要對付當前環境已經很足夠 其他滿版連發害怕遇到的像是故C 拼圖 連擊零化 指定法印 著熱 反手消等等 都可以藉由同系列的卡或龍科來解決 圓圓這張卡也是很變態 等等 我不是這個意思 圓圓這張卡也是很變態 主動技又可以讓林黛玉加速技能輪轉 林黛玉本身隊伍技就已經有加速輪轉選項 而且圓圓的隊伍技讓他進場可以直接開招 其他人還沒跳 我就先用圓圓來直接加速其他人 雖然說圓圓不是魔族 可能無法配合林黛玉來解魔族成就 但他到妖精隊打工價值一樣很高 這小獎真的是變態的不得了 總結來說這系列你想要抽來當隊長玩一下 或是往後當隊員延續壽命 我覺得都是可行的 特別是林黛玉和圓圓這兩張 要抽的話我會建議加倍再抽 能提早畢業收工大家都開心 那如果你說在遊戲裡你不在意成就有新鮮感 或是魔法石真的不夠了 你已經有年度黑金或是喜歡玩的隊伍了 那還需不需要抽 先前有提到現金環境下隊長選擇很多 抽新卡有點像是換個新鮮感玩 這就是看你會不會喜歡《罪夢寢城》這系列玩法 喜歡是可以抽的 若不喜歡或是能力較不足的話 年度黑金也才剛出 要續命是沒問題的 林黛玉的無視二到無數 多吉盾尼露飢餓坦白講也做得到 解鎖解負面狀態林黛玉只給同系列 尼露是給全對 白金比黑金肯定還是會有落差 這方面就看大家怎麼去做取捨 OK 以上簡單和大家聊一下新系列 大家對於《罪夢寢城》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